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5月14日 星期五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這個 最新的香港局勢 林鄭月娥很想連任 但是 689 強力挑戰 兩人已經鬥到外面了 又有人招起 一件事就是林鄭月娥 1998年入黨 由中共一直扶持他 現在 外面有人再翻炒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有機會是梁振英搞出來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 他是要 告訴大家 我跟他也是黨員 我比他早進黨 是不是 我在基本法 草委會裏面我做秘書長 大家想想 這個職位多麼重要 不是自己人 哪裏可以做呢 我的黨齡一定比他早 他只是1998年入黨 即是我早就入黨了 所以論之排輩 我也是他的思想 我認為 其實這個可能真的由梁振英那方面再放出來 因為這件事其實早一陣子已經有人推 已經有人說過了 就說 這個中共 培養了很多香港的地下黨 培養了很多香港的地下黨 其中 有人說連何君堯也入過的 本身已經入了 地下黨 但是 網上 找過一篇文章 說林鄭月娥1979年 上去 北京的清華大學交流團 她當時是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副團長 她帶隊 當時是她21歲 她當時是社會科學院三年級 主修社會學 副心理學 副心理學 愛好閱讀 積極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說真的 回到大陸的 怎麼會有獨立思考能力呢 不過 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根據考究 林鄭月娥的入黨年齡 應該比梁振英早 因為 現在外面 我估計有機會就是梁振英 陣營上的 第一 刪一刀林鄭月娥 第二 說他的黨齡 不及梁振英 你也還未有內容 當然 他另一方面就攻擊 林鄭月娥的防疫 防屋政策 很多東西攻擊她 好 所以我們這一集 探討一下林鄭月娥何時入黨 誰介紹她入黨 或者是誰發展她的 網上有一張相片 就是1979年 代表香港大學學生會帶隊 就是青華大學 有一張相片 這張相片 那個男人和合照的男人 已經很老了 那個就是 青華大學的黨務書記 叫做袁永熙 這個 也是十分之重要的一個地下黨成員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這個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好啦 要跟大家說說這張相片 大有來頭 袁永熙當時是青華大學的黨務書記 他是以 社科院領導的身份接待林鄭月娥 這個很明顯這個人 很大機會就是發展 在這個 林鄭月娥入黨 當時如果林鄭月娥如果真的入黨的話 他應該入地下黨 因為他過了共青團的年紀 中學去到大學 或者可能剛剛是共青團 但是 他以香港學生 估計也是 以一個 備用的身份 不會讓他即時入黨 一定是觀察 發展時期 我們首先了解一下 這個 袁永熙究竟是甚麼人 一說出來 大家就馬上得到 袁永熙 1917年 2月8日出生 1999年12月30日死亡 他 是天津人 參加過學生運動 當時 他是中共的學運領袖 是北平的學運領袖 當時他是屬於中共北平地下黨南系 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 他另外還有一個身份 當時他是以學生領袖的身份 去找了陳布雷的女兒 陳蓮 陳布雷是何許人也 陳布雷是蔣介石的秘書 當時 在說內戰 為甚麼中共 和國民黨打仗 白戰白勝 所有的 解放軍 或者共軍 突然間好像天兵天將 從天而降 每一次 蔣介石的部署都好像給他們看通看透 好像戴了隱形液晶體顯映眼鏡 原因 就是陳布雷 出在他的身上 當時 他的女兒陳蓮 被袁永熙拆反了 被他銷碰了共產主義思想 所以他 就是偷偷地在他爸爸那裏做情報工作 發展他成為地下黨 而每一天 陳布雷在蔣介石身邊拿到任何的資料 他也即時將他 用電報 匯報給 延安的老母 當時 老母從延安到西白坡 都是不斷接收著 他收到的信息 即是說 蔣介石的所有的最機密的公民 每一個戰略部署 全部都是在老母的掌握之中 因為 他要開會 陳布雷是機密機要秘書 所有事情 陳布雷也知道的 陳布雷也被他的女兒全部偷聽了所有的資料 他的女兒也偷了所有的資料 所以 這個是中共 贏得 蔣介石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間諜 而這個間諜 袁永棄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當然他追了陳蓮之後 就是為黨國做了很多事 以他的身份一直以來都是在清華 他也做過西南 中共的西南聯大黨支部書記 黨總支書記 他也去過雲南 也是在北平的地下黨 做過很多地區 他在1979年的時候 應該就是當時 負責去做 發展工作 繼續去做 特務的工作 發展一些 香港來的學生 當時其實香港很多 中大港大的大學生 是有阻傾思想的 回到大陸一定會阻傾的 任何回到大陸的交流的人 全部都會阻傾的 好像梁錦松那類 這群人 全部被中共發展成為地下黨 然後不斷灌輸 不斷 在流黨擦汗 所以我們據考究 林鄭月娥的黨齡未必 遷得過梁振英 她未必是1979年當時立即入黨 但是有機會 可能是發展了兩至三年 她畢業 入了政府 我估計 最大機會就是 林鄭月娥入政府之後 發展了她 當然這些 入黨 當然要很秘密進行 而上面當然不會打電話給她 你入黨就好了 我WhatsApp你啦 當時也不是那件事 但是 肯定是透過單線聯繫 一些 在香港的聯絡人 安排她入黨 所以梁振英 打算用這件事去打擊林鄭月娥 我們 打擊不打擊也不要緊 最重要 我們也是揭發林鄭月娥 一早都是地下黨的身份 看看她 當然她一定不會承認 梁振英 也不會承認 不過現在的情況 我認為可以再問她一次 如果你不承認 現在黨很失禮你嗎 共產黨員 是應該很光明才是 為甚麼你們說到共產黨 實惡不赦 不敢認黨 好像猶大那樣 不認主 猶大不認主 林鄭也是猶大來的 不用說了 林鄭 她的天主教的信仰 主要就是當時想追求 報態 所以共產黨從來都是這樣的 只要他們看中了這件事 她就想辦法追求你 不論男女 不論性別 不論任何的國籍 她也希望追求你 追求你之後 她就會慢慢露出原形 而林鄭月娥 追求曾蔭權也是想升官 當然 升官也是可能 當時 估計 2000年2000年左右 開始不太受重用 她就覺得 我也是回去照顧 黨也沒有任務交給我 很多黨員 當時 黨也沒有認真在香港發展 或者動用這些旗子 我們會看到大量的公務員 其實已經是被共產黨進入了 你看到現在的紀律部隊的頭頭 每個都是黨員 是不是 所以呢 根本就是很多人 他們可以用 升哪個上來 哪個就是黨員 不用審 不會升一個 不是黨員的人上來的 現在的共產黨 這節 我們經說本上也是當作一個考古環節 再 探討一下林鄭月娥 什麼時候加共產黨 我們照考究 未必遲得過梁振英 這節先說到這裡 待會兒還有 大家要不要 去聽說 你看到這裡 看來 大家要進去